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玉币股价的骤然飙升 竟然因为腾讯与吉耶莫家族考虑收购的消息而上涨了33% 这一消息让投资者们的热情瞬间点燃 尽管玉币最近面临着AAA游戏管道乏善可陈的困境 甚至还推迟了旗下热门系列刺客信条 阴影的新作发布 不过 这一切并未阻止市场对潜在收购的狂热猜测 玉币的未来究竟会如何发展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也将关注美国经济在9月份的就业报告 这份报告如同一股强劲的春风为经济的软着陆提供了希望 尽管通胀压力依然存在 但劳动市场的回暖 似乎让联邦储备系统的减息计划变得更加谨慎 未来的经济走向充满变数 此外 匹兹堡企鹅队的门将问题也引起了热议 年轻的斯维曼究竟能否成为克罗斯比领军的企鹅队夺冠的关键 随着阵容的老化 企鹅队迫切需要一位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的门将 这将会是他们未来赛季的挑战之一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华尔街股市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几则影响市场走势的重要新闻 首先 我们要关注的是法国游戏出版商玉币的股价 最近经历了显著的波动 这一切源于市场传闻 岂可能面临收购 玉币的股价在上周五一月攀升了33% 这一现象背后的推动力是彭博社的一篇报道 报道指出 中国科技巨头腾讯和玉币创始人及耶默家族 正考虑对玉币进行潜在的收购 这一消息引起了广泛的市场反应 尤其是在玉币当前市值 已较年初缩水超过一半的背景下 收购的可能性显得格外引人瞩目 玉币以刺客信条系列游戏闻名于世 尽管拥有这样一款成功的IP 然而近年来其在AAA游戏的发布和公司管理方面都面临挑战 就在前不久 玉币宣布将其备受期待的刺客信条 阴影推迟至2025年年初发布 同时调低了2025财年的净预定目标 这一消息显然加剧了投资者的担忧 腾讯目前持有玉币约10%的股份 作为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 其在游戏行业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而玉币当前的股价处于10年低谷 这无疑加大了市场对潜在收购的猜测 此外 持有玉币股份的激进投资者AJ Investments 也在推动公司进行变革 甚至公开呼吁玉币考虑出售给私募股权集团或腾讯 从战略角度来看 玉币对外部收购的开放态度 可能是其应对当前困境的一种方式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玉币尚未对此类报道做出官方评论 而腾讯也未立即回应CNBC的联系 这意味着此事的发展仍具不确定性 接下来 我们转向美国经济方面的好消息 正当市场对衰退隐忧感到焦虑时 9月的就业报告送来了振奋人心的数据 企业和政府新增了25.4万个工作岗位 大大超过了市场预期的15万个 这一强劲的就业数据 为美国经济的软着陆增添了新希望 并可能影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走向 就业市场的回暖似乎表明 尽管经济面临通胀和预算赤字的挑战 美国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增长活力 然而值得警惕的是 这次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在餐饮 医疗保健等传统行业 并得益于政府的财政支持 这些因素是否能长期持续 仍需进一步观察 这一系列发展 让市场开始重新评估美联储的政策方向 当前的预期是 美联储在接下来的会议中 可能不会再次降息 而是保持相对温和的步伐 这也意味着 未来的利率水平可能高于人们的预期 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更多的时间来稳定 最后转向体育领域 特别是NHL冰球赛场 匹兹保企鹅队 在其核心老将的带领下 继续争取斯坦利杯的荣誉 球队的未来部分 取决于他们能否在门将位置上 找到强有力的支持 波士顿布鲁因队的门将杰瑞米 斯维曼成为了热门讨论话题 尽管他目前与布鲁因队的谈判陷入僵局 但他的表现无疑吸引了许多关注 如果企鹅队希望在斯维曼的交易中有所作为 他们需要在紧张的薪资空间内进行一系列的操作 球队可能需要考虑 在交易中涉及到一些核心球员或年轻前利股 以便为斯维曼腾出足够的薪资空间 这不仅是球队管理层的一项挑战 也是对球队未来战略的一次考验 从整体来看 无论是预避在游戏行业内的潜在变革 还是美国经济在政策上的微调 亦或是企鹅队在冰球赛场上的努力 这些都体现了 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突破的迫切需求 以上资讯不仅为投资者提供了洞察市场动向的角度 也为我们理解这些动态背后的驱动力 提供了深刻的视角 感谢收看华尔街股市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玉币的股价飙升无疑是好消息 这样的股价上升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腾讯作为一家全球科技巨头 若能加入玉币的董事会 将带来丰富的资金支持和资源整合能力 这对于面临挑战的玉币来说 无疑是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哎呀 股价大涨 投资者们都要笑开花了 楚天书 你这乐观得太早了 虽然股价涨得漂亮 但这只是基于收购传闻 而非实际的业绩提升 玉币在过去的管理问题和游戏延迟等问题 并没有因为股价上涨而消失 再说 这股价涨幅不过是个泡沫 吹两口风就要破了 还用笑得那么开心吗 谢琪琪 我承认股价涨幅基于传闻是有风险的 但这也说明市场对玉币潜在合作的期待与信心 如果腾讯真能与玉币携手 那么的技术和市场资源的互补将带来双赢 就像当年迪士尼收购皮克斯一样 可能成为游戏业的一个经典案例 你说这么一想 是不是也能偷着乐了 哈哈 你说得好像一场好莱坞电影大团圆结局 但现实是 玉币面临的挑战可不是靠几个股东谈谈收购就能解决的 游戏业的竞争激烈 玩家的口味多变 公司需要在创意和管理上下功夫 而不是单靠股价反弹来掩盖问题 就像丘吉尔说的 这还不是结束 甚至连结束的开始都不是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创意和管理是任何企业成功的基石 但是我们是否也该给这样的钱再合作一个机会呢 可能这就是预避破绝而出的契机 而且有时候市场的风向变化 就是这模出人意料不是吗 毕竟华尔街的钟声可是会敲响任何一个机会的 何不看看会不会奏出一支新的乐章呢 看来你是十足的市场乐观派 希望这次的股价上涨不会如同烟花一样转瞬即逝吧 不过我还是维持观点 潜在合作固然值得期待 但玉币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内部问题 提升游戏品质 这才是长期生存之道 股价固然重要 但不能只顾眼前利益 忘了企业未来的发展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